以两项节目入围金钟奖的 Lulu黄鹿紫英 身穿粉红色上衣 应台湾年轻病友协会之邀 担任乳癌防治年度卫教大使 Lulu遭遇好姐妹离癌病逝 自己也曾经割除过鸡胎瘤 对年轻女性得到乳癌的心情 相当能够感同身受 但如果我们把这个位置处理 到面前我好像了解了 我有大概有一点点了解 我就可能可以不用那么害怕 我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她 面对她 十月市国际乳癌防治月 根据调查 台湾新确诊的乳癌病患中 年龄不到50岁的年轻型个案 高达三成 诊断5年后仍然有近半数患者 可能产生复发转移 因为并不是就是活着这样就好 我们期待可以回归到正常的生活 然后过有品质的生活 这才是病友想要的 一个健康人的状况之下 还是要多关心自己 我们在座的所有女性 其实我们都暴露在风险之下 现在的医疗进步 可以透过基因检测 找到合适的治疗方式 也可以用荷尔蒙疗法搭配辅助性化疗 延长生命并且兼顾生活品质 让乳癌年轻型病友也能够继续展现自己的花样年华 既有仓花传报道 所以我们在座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